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上奖金七千元可以拿到四万九千元 而就置有六万三千多元 真的差了一点四万 等于是变相减薪 如果以上个月我跑的件数来算 直接少两万块吧 跑越多却赚越少 还挑在过年前公布 其中保险油钱等都得自行承担 让不少外送人大喊吃不消 最大的差异点我觉得就是 那个计车加油 然后甚至罚单那些都是自己在扛 然后这样砍下来 会变成说对外送人会比较难过 比较惨一点 辛苦前却还被砍薪 由外送人在脸书上号召 将于十六号发起罢工 其实任何一家公司都经不起 这样长时间的亏损 长时间的补贴政策 所以必须要落实到 有一个具体的获利政策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把这个脑筋 想在cost down 那cost down的话 当然就是减这些外送员的这个薪水 为了获利将衍生的费用 转嫁到外送员上 对此官方发声明表示 配合政府行政指导原则 持续改善现行制度 持续抢在过年前宣布 让几家外送员实在不好受 山宣林明达方向台北部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